去廁所, 老伯姐才行 老伯姐都要經常擔心她 要這樣擔心她 所以長期都要放在廁所? 對, 長期都要放在廁所 什麼事去廁所要這麼狼狽? 原來又是因為漏水問題 古生古太一家住在荃灣麗城花園 由一零年開始 主人房廁所添花就開始漏水 有時還看到流出來的水 有些浮游生物 鎮味弄得整間主人房都臭 又危險又不衛生 那經常漏水怎麼辦? 我經常漏水 只要找個盤子 然後引到漏水到血水管裡 下班時間或者開工時間 三條管理鎮好了, 已經滿了 漏水漏了十幾年 他們花了不少冤枉錢 隨著家裡電線短路 一年內拉了兩次電線 還令煤氣喉都發污 要鋪過煤氣喉很大工程 古生唯有又花一筆錢 將煤氣爐換成電熱水爐 樓上的這個漏水單位 最近還懷疑漏水流出單位外 浸濕電梯和電標房 令整棟大廈停電 電梯還壞了半個月 那天停電停了多久? 停了很久, 直到第二天 那怎麼辦呢?很影響 影響很大, 我們的雪櫃不敢開 因為雪櫃每個主婦 我們每天都要煮食 買了很多東西在這裡 直到第二天的東西都壞了 連水果也壞了 據你所知, 必須維修夾錢 如果要, 我不覺得不對 不合理 其實我們都是受害者 管理廁、屋宇廁、食環廁 甚至犯警方 每一個貨門都不得要領 現在已經糟糕了 浸了電梯 損害了公眾利益 現在不僅影響我樓下 影響連屋宇延幾百婦人 你說…你說你糟糕了嗎? 為何一個單位漏水 可以漏到停電又壞升降機 漏雨滲水檢測專家 跟我們去上層看過 這單位本身 其實側面正正是一張貨門位置 我相信水有大空口 如果有爆水後的話 水就會變得很厚 就出了浸浪的位置 而浸浪的旁邊正正正在電梯的位置 不排除水在牆身、深入電梯的座 剛才電梯的對面正正正在電廟房 所以水不僅有機會流到電梯裡面 電梯槽裡面 亦有機會流到電線槽裡面 別以為古生引耐力這麼好 可以忍足十幾年 其實他已經經常投訴 一五年他們受不了全屋大裝修了一次 但裝修完繼續漏、繼續難 照顧起床 梳帶的時間最嚴重 還有他下班時間 十一、二點鐘的時間 洗澡時、睡覺時是最嚴重的 批刀是跌下來 跌下來 摘在假天花上 我唯有把假天花弄好 這麼大塊 視乎成尺 有些 如果沒有假天花會怎樣 沒有假天花 頭也會掉了 怕不怕 我真是害怕的 不是說的 經常在他去過廚所 他怕他跌在頭上就死人了 我幫管理廁 管理廁 控制他都說 我接觸他的太太 他說不做的了 回覆了就沒辦法了 我在街上見過他 做到他一次 我說三、三、三 你做好他 大家好了 他說要打、殺 我沒有 每天都留在 我每天都要打他 去管理廁 管理廁 我上來做個箱子 我替你轉介石環主樓 來過車三次 上去倒過三次汽水 但你自己家裡有發現嗎 我家裡有發現,有失憤 證明樓上已經是流水下來 是他的責任 石環主樓的證據說做了 沒來也沒辦法 古先生不斷投訴 去年10月 森水辦終於向樓上單位 發出防擾事故通知 要求樓上業主 在限期內完成維修工程 改善流水問題 訪問這天 剛好森水辦又再來檢查濕度做記錄 但職員檢查後說 螢光粉不明顯 上次採樣也沒有化驗報告 究竟流水問題有多嚴重 明哥替我們檢查過 我利用政府認可的濕度錶做一個測量 檢查天花的濕度 整個天花用儀器測量 濕度高達99.9,也就是爆錶 基本上滲漏情況相當嚴重 如果根據政府標準 35度以上屬於明顯滲漏 80度以上屬於嚴重滲漏 整個天花基本上都是99.9 達到嚴重滲漏 而且是爆錶的毒素 顯示天花滲漏非常嚴重 批檔其實已經鬆離 這些位置其實可以隨時滴 其實這些應該將它移除 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掉下來就傷亡人 其實輕輕一敲都掉下來 你整件衣服都已經批檔了 明哥再用試紙測試 顯示漏出來的水是淡水 很大機會是樓上單位地台 防水層破損引致漏水問題 古聲說樓上單位收到信後 已經維修過 為何還會漏水 很多業主都有一個錯覺 認為只是在表面做防漏油 就可以徹底跟著這個情況 但如果是盡量在表面做一些 我們叫防水油 簡單的防水油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這些防水油 在浸塗的過程來講 未必是全面的 而且是相當容易做磨損的情況 所以這些狀況基本上是沒辦法 令到漏水的情況能夠有效根治 所以最徹底的方法 都必須要更換防水層 因為我們持續不理 因為濕度那麼高 水有機會進入天花的燈喉、燈管線 輕則令水導致電力系統的短露 甚至如果有短露的情況嚴重 亦會漏電或有火警的風險 整個天花板濕透了 但為何滲水斑職員說色粉不明顯 在這個個案上很特別 因為很多批檔都有大面積剝落 如果一些批檔真的塗了顏料 或是色粉的話 如果剝落下來 基本上有機會掃走了或消失了 所以會有機會影響到測試結果 滲水斑的制度其實有點矛盾 就是仍然有滲水 滲漏的情況仍然有濕 但因為找不到適分 可能情況亦會繼續出現 樓上單位漏水困擾古山一家十幾年 還影響整棟大廈 當局發出防擾事故通知超過半年 漏水問題依然未解決 如果你仍然是名還不靈 仍然是僱藥網民,甚麼都不理 食環署也可以向法庭申請 這次是另一件事 就叫防擾事故命令 如果仍然擁有人 或者是佔用人,仍然是僱藥網民 不管的話,他也要面對另一種罰則 最高刑罰就是罰款兩萬五千元 而且每天罰多四百五十元 六大狀說,單位漏水浸壞電梯 和古山要裝修家的錢 都可以向漏水單位的業主 或者佔用人追討 如果他們不肯賠而又能告入的話 會被釘契 總之我很無奈現在 我都不知怎麽算好 每天回來 看著那些所有的自己哭了出來 做男人在哭上來 很淒涼 我都不懂 感谢观看